前面我们公司一个女孩子 我说要不要说一下还有人提的问题 就现在表示的大涨大跌 那我们公司的女孩子说 这个话题也能说 我说可以说 因为我们又没有关系的 那就说一下那个手表大涨跟大跌吧 手表大涨跟大跌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 我完表已经十几年了吧 从08年到今天应该也有十几年了吧 那么在我的经历中 08年是有一次大跌的 因为美国的那个金融危机 然后08年之前 其实我也关注手表的 手表也有过几次大涨跟大跌的 但那个时候大涨大跌跟今天完全是不一样 那个时候节奏是很缓慢的 包括08年那次大跌之后 后面慢慢起来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 那么08年大跌就是那个金融危机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很多表商还没有这个敏锐的感觉 就是美国发生了那个四代危机 然后就是 就是很多人 对吧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玩表 尤其是玩劳力士跟什么 然后很多人会今天拿一支表 去那表商那边说 这支表你收不收 然后表商会用一个很低的价格说 这支表我收的 那那个人把这支表给那个表商 好 第二天你会发现又有个人过来 带了两支表过来 那表商会觉得价格很好 我也会收 那到第三天会有人带十支表过来 说你收不收 然后那个表商说 我也收啊 只要价格好嘛 那么到第四天 那么人家就一堆一堆带过来了 你敢不敢收 你已经不敢收了 那个时候就是08年金融危机 导致的中表市场大跌 大家如果有书籍 那种日本书籍 跟国外的意大利书籍 大家可以看 上面就记载的08年表的那个高位 到它的慢慢慢慢回落到一个低位 因为很多人要变现啊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 有钱人会去买表囤 买表带的 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表到什么时候又开始好呢 那是很多年之后了 我个人觉得是从16年开始 到1718年 那么劳力士的古董系列 保罗纽曼先生的 保罗纽曼的保罗纽曼进行拍卖了 那个是轰动全世界的一次拍卖 因为喜欢古董劳力士的人都知道 或者说不喜欢古董劳力士的人 喜欢百大匪夷的 喜欢任何手表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导致的那个劳力士的 保罗纽曼的保罗纽曼拍卖了 好像那时候价格是 突破纪录的 好像是一个折合人民币 是一个多亿 因为我看一下 因为我有记载的 应该是10月27号 17年10月27号 保罗纽曼的保罗纽曼 对吧 应该是在纽约吧 进行拍卖了 17年10月26号 我说错了 是11月26号 进行拍卖 破纪录了 好了 就这次又把整个钟表市场给带火热了 大家都知道运动表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劳力士迪通了 大家也都知道 表原来可以卖得那么贵 就全世界不懂表的 跟懂表人都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了 使得整个一个表的长情 开始往上走了 就从17年开始 那么大家会觉得 那么劳力士的古董表 已经涨过一波之后了 那大家就把关注点放到了百搭斐力 但百搭斐力那个时候是有很多正装表的 但你要知道正装表一直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不好不坏的 就大家年轻人 现在因为穿的都很休闲 都很喜欢戴运动表 所以正装表一直都不是怎么很好情况下 我的这样一个目标 看中了那个百搭斐力里面的鹦鹉罗系列 还有手雷系列 尤其鹦鹉罗系列 所以鹦鹉罗系列就开始暴涨 所以劳力士的古董款系列 那个时候涨幅开始之后 第二个涨幅的就是百搭斐力 鹦鹉罗系列 那么百搭斐力的鹦鹉罗系列 它是百搭斐力运动款手表 它也进行了一个暴涨 进行了暴涨之后 那大家就会关注其他品牌 那么就会关注到爱比黄安上书 那么爱比黄安上书 那个时候也开始开始慢慢慢慢大涨 所以运动表全部都起来了 从17年开始 然后涨到18年 涨到19年 19年之后呢 就发生了一个滤金敌事件 对吧 就有一天国外很多人都看到 有一个庄家手上有很多滤金敌 而且他这一天要开始抛滤金敌了 而且他抛的价格 都比市面上便宜个五万 好了 使得滤金敌 从那一天开始滤金敌 开始暴跌 那么滤金敌暴跌 又把所有的运动款手表 又开始 当时炒得最高的 19年炒得最高的那个价格 又给它打回落了 我记得当时所有的表 应该打回到 尤其滤金敌 滤金敌应该打回了 百分之四五十的价格了 那么其他的鹦鹉罗 爱比黄像书 其他的老历史 基本上百分之十到二十吧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下这段历史 就是19年 19年那一次小暴跌 小暴跌之后呢 就开始慢慢的 又开始拖拖拖 然后就开始有全球的疫情了 对吧 全球爆发了疫情 大家都不能出去 然后也影响了瑞士的生产 就是很多瑞士品牌 说是影响他们生产 其实背后是有品牌 跟爱极市场 两个人的互相的 没有通话的一次默契的一次互吵 又把手表从21年开始 又开始慢慢慢慢给它推高 然后这时候 潘满行会觉得 我之前这些表款都已经做过了 我这波钱都已经赚过了 那么潘满行就会觉得 那么我还有什么表可以去炒呢 就开始炒独立质标品牌了 然后就把好的跟坏的独立质标品牌 都给它炒得很高 今天在我看来 是有好的独立质标品牌的 比如说FPG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 我觉得就是割韭菜的独立质标品牌吧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卖 然后也有很多客户上当 觉得那些是宝贝东西 买了很多 所以潘满行只能 跟一些独立质标品牌大师合作 讲一些故事 割一波韭菜 所以使得爱一年 又把整个一个行情 不管是 我们行业里面三巨头 百大菲利 老历史 AP 还是独立质标品牌 等等等等 还是我们最高端的 那个理查德米勒 有钱人的路上券 全部都给它拉高了 因为市场没有货 瑞士一直说 因为疫情关系 他们不能及时生产 对吧 然后我们这边也不能出去 所以使得整个宗表的都非常热腾 市面上资金都开始涌入到 宗表圈里面来作为一种投资 那使得21年的时候 宗表是炒到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 直到22年 宗表市场又开始进行回落 那22年是从过好年之后 那么 大家炒到一个高点 那大家当然希望都套现了 就不管是表商这么想 还是个人这么想 都希望这样子 还是品牌方 他们都想通过接下来的出货 因为22年开始 品牌方又开始陆陆续续有货了 大家就想大量的往这 爱知市场去放货的情况下 尤其是老历史 大量的会出货的情况下 使得这个表 从去年到今天为止 开始陆陆续续的大跌 然后再是阴跌 因为中间有很多次都已经停跌了 就大家感觉不会再跌了 然后又开始慢慢阴跌 一直到现在 尤其是我们现在国家 这个疫情管控已经非常好了 就是大家都已经放开了的情况下 我个人觉得 我们跟全球一起交流的情况下 这个表可能还会有一点小的回落 之后我就觉得 应该会到一个平稳的价格 至于后面还会不会涨 那是肯定会涨的 那什么时候会涨 那要看是一年还是两年 还是五年跟十年 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周期 这就跟股票一样的 手表一定会有跌 一定会有涨 就不要很多人在那边 就是我最讨厌 就是很多人在那边会冷嘲热粉 说手表完了完了 手表就像房地产一样 完了完了 就大跌了 就一塌糊涂了 从此以后再也怎么样了 就很多人都会说得好像很自信的 或者说那个时候大涨也是的 很多人会说早了还要涨很多年了 就是说话不负责知道吗 就是手表一定会有跌 一定会有涨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就看它的周期性是多少 然后还有就是要看 就是真正玩表人有多少 这才最健康的 就是有多少人在玩表 还是有多少人真的把表 当成了一个理财产品 如果所有人都把表 当成理财产品的话 这个游戏会玩得很累 并且会玩得速度很快 就大跌大跌跟大涨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大跌之后 大家就会资本就会融入 然后它又开始涨 涨的时候资本又想抛出 然后又大跌的时候又想融入 就这个节奏感会很快 这样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也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我更多的是希望就是 真的是大家把手表当成一个 可玩性很强的 有审美感的 大家可以去 真的是喜欢这个手表 去了解这个历史 去佩戴去玩 有这群人 有这个圈子 大家在一起进行交流 并且买卖的话 肯定会有赚跟亏 大家都觉得会很开心 因为我玩过这支表了 我亏一点无所谓 或者说我买这支表 最近涨了一点我也很开心 我觉得这样是健康的 并不是说像一支表 我买回来 一个月要涨多少 一年要涨多少 这种很不健康的思想 包括现在大跌 大家会觉得 哇 表完蛋了 我才不会买的 说明你不是真正喜欢表人 真正喜欢表人 只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 他一定会去购买 他想玩的东西 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 还有很多深层的话题吧 关于手表大涨跟大跌 我们就慢慢聊 好吧 今天先聊个大概 聊个大概 那就今天就说到这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啦 银子 咱们在这边 我看看